Dominic 你有个称号是年金王子或年金专家 我想问一下 终身年金50至85岁都可以买 为什么有些人50岁这么早就买 又为什么有些人85岁这么迟才买呢 Lewing所属公司的年金跟香港年金很不同 香港年金要是60岁才可以买得到 而我们50岁就可以开始入场 不过我们公司的年金跟香港年金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一个中期红利的滚存 时间和福利会滚大你的年金的钱 所以当你去到年纪越大的时候 你滚的钱因为时间多了 会越滚越多 香港年金有些不同 就是当你过了保证期之后 你保证那个现金价值就会变成零 所以50岁的人他们开始买年金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软件 知道时间和福利是他们的好朋友 可以是越滚越大 所以他们就在50岁的时候 就长线入闸 逐步逐步将他的资产年金化 即是他们不是好像65岁的那些客人 就因为要申请掌证新换津贴 就要按个游戏规则 保留单身40万或者是 夫妇60万的资产 将其他多余的资产保留去年金 他们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分阶段 去将他们现有的资产 部份年金化 例如是将自己所有的身家 首先是20% 之后30% 到40% 它逐步逐步 它变成年金 令到自己退休那里有一个稳定持续的 保证每月的收入的 而85岁是我们的尾班车 85岁他们的年金率是跑得最多的 不过 为什么他们会宁愿将那些钱 放到年金里 不是放在银行存款里继续去收息呢 就因为他们会是怕 如果有一天我都拜拜的时候 就算他们立了遗租也好 有立遗租和没有遗租 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 有立遗租的话 他们那笔钱 我当一百万 他都要是半年之后才解封的 但如果85岁或以上的那帮伯伯婆婆 没有立遗租的话 你那一百万放在银行存款里 要两年才移动 才可以解封 而银行是没有利息给你的 如果你把那一百万放到年金里 就很不同了 因为年金是保险的一种 它不用行这个遗产承办的程序 只要你写了是一个指定的受益人的时候 两个星期 本月有一个现金支票 给你的受益人 那你在生的时候 年金给钱 你可以是安享无忧 好了 就算是自己真的touch foot 第二天拜拜了 后人都可以尽快 是拿到钱 不需要冰封半年或者两年那么久 明白了 所以其实年金 早买有早买的好 迟买呢 也有迟买的好 就要视乎不同人 不同的资产规划 去做一个决定 资产超标 申请不到长者生活津贴 Project umbrella 隆重呈献 总想退休收入保障 我是Living 退休更安心安定 安稳安乐 来个人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